腾讯体育8月8日去,美国记者,专门分析火箭对情况的拉哈特·胡克·Refbook,今天在福布斯的网站上,发表一篇文章指出, 热火寒将詹姆斯·约翰逊上个赛季的真实防守效率旧要强于阿里扎。 火箭用来恩安德森换取詹姆斯·约翰逊,或可弥补中陷空缺,休赛期真其,被忽略的防守寒将。 本周二,撒姆阿里克报道着,火箭队对热火队摇摆人詹姆斯·约翰逊很感兴趣,本周早些时候,扎克劳在他的播客中也提到这一点。 火箭队从去年夏天开始就一直在寻求将来恩·安德森交易出去,今年夏天随着阿里加的离开,他们加快了此项运作的步骤,如果火箭队用安德森换取詹姆斯·约翰逊 好的方面的于约翰逊既可打小钱又能打大钱,而且他的防守相当出色,上个赛季,约翰逊的真实防守贡献值,DRPM是1.35,而阿里扎和塔克这两名上赛季火箭队防守汉降的此项贡献值都是1.15,从这个角度来看,火箭队如能得到约翰逊取代阿里扎,那防守端应该是升级了, 而且约翰逊的身高还达到了6英尺9英寸,约翰逊当然也有不如阿里扎的地方,那就是他的三分球,上个赛季,约翰逊场均只出手投2.5个三分球,命中率只有31%,而且他没有一场球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34%,阿里加上个赛季的三分,球命中率则是达到37%,然而,再没有运球而是接球, 直接投三分的情况下,约翰逊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4.2%,空位三分球的命中率是35.3%,从这个特点来看,约翰逊似乎能适应火箭队的三倍投射打靶,火箭队现在的阵容当中,投手已经足够多了, 其内一两名像约翰逊这样投篮不是太出色,但是防守强汉的球员应该不成问题,而且可能可以发挥相当不错的效果,相对于老鹰队的贝兹莫尔,约翰逊应该是更容易得到的球员,而且他的年薪也比贝兹莫尔更低。 从热火队的角度来看,与火箭队进行交易的话,莱恩安德森的合同将来可以帮助热火队节奏更多开销。 不过,火箭队要想和热火队大成交易,他们很可能需要搭进一个2019年的首轮选秀权,为Housey End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谢谢大家。